几只欧洲俊女到上海来参加比赛 唯一的让她们感到明显不满 还是草地的质量 球走得不平稳 评球会出现困难 甚至有的时候 会对场上的一些关键球的处理 构成很大的影响 今天场上穿蓝色队服的是 主场作战的上海绿地生花 穿红色队服的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上港 这也是双方本赛季的第二次消风 也将是双方在这个星期五天时间中的 第一场废局 谁在她身后来进行防守 看一下他们今天的首发 滕小峰 雄飞 李建兵 帕帕多普洛斯 王寿廷 登巴巴 莫雷诺 卡西尔 王云 百家俊和曹云定 进攻线上不必多说 那么今天的在后防线上是雄飞首发 上海上港队 门将一号严俊明 其他队员是三号金周荣 四号王申超 五号汪加杰 六号蔡慧康 七号乌磊 九号海森 十号普洋 十一号李文君 二十七号石科和三十五号吉安 同卡过去在巴西呢 经常能够遇到 他在李约踢球的时候呢 因为李约有多支高水平的球队 所以这种情况对他来讲并不谋生 刚开高速而几乎疯狂的前五分钟 过去之后呢 现在场上进入了第一次 比较平淡的时期 双方在这个时候呢 注意控球 注意减少失误 因为核心球员一旦丢球的话呢 会是非常的危险 场上出现了开赛以后第一个火爆的场面 王云背身拿球 背对手是一个高身位 因为居然是踢到了他的背和内部的这一地方 可以想象到腿抬的是非常高的 从后方踢倒 孔卡 孔卡绕到他的身前 断球的时候呢 没有踢到球 对 因为对方的身位 王云已经把球给护住了 快发前场阵一球 内部拿球 莫雷诺 好球 漂亮 漂亮 即本赛季首回合对阵绿城的比赛中 莫雷诺几乎在相同位置打进一个倒钩之后 他这次几乎在原地 在原地复制的那个精彩的进球 再度成为本赛季可以说 中国顶级联赛赛场上最佳进球的候选 而且开场只有八分钟 莫雷诺 依靠本方的一次快速认一球 在一个角度并不有力的情况之下 再看 他从内部过来 测背对球门 请球之后利用球反弹的高度直接起身 倒钩射门打圆脚 而且是打一个死脚 嗯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动作 甚至说对方的防守队员呢 都没想到他会直接做这个动作 想保持一定距离 等着下一步的压球的摆脱 而这个球呢 自己给自己停球的胸部动作 做得非常标准到位 就在那个位置 嗯 不到他这边 他呢又是固守主将人对他的安排 嗯 中路的空档呢 其实中路这么大一块区 现在都是让给激安的 是 无类呢 某种意义上从战术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莫雷诺漂亮的过人 再加速走 好球 哎呦 莫雷诺从中场启动 一个漂亮的外脚被直线汤球 人球封过 吃到对手之后呢 卖场匪 长驱直入 战术框架和原则都有 但是到了局部细节处理方面 完全是靠队员的个人意识和能力 断球 卡西尔断球不犯规 前场 曹云定 哎呦 反向传球 百家俊 左边路跟上 传中好机会 哎呦 哇 哇 太漂亮了 凌空电射 哇 凌空电射 擦出一道没绕的弧线 本来是严峻林做出了一个很精彩的呼救 把百家俊的传中给封出 到了外围二点球 在没有任何先掉的情况之下再看 应该是王云 跟上之后 左脚凌空 内弧线电射过门 哦 无解 选择一个 太漂亮了 对 选择一个最有把握的动作 是用脚弓的一个端射 哎 接触脚的面积最大 同时呢 还可以借上正面来球的力量 今天深花点进的球都是世界 上场队受制于深花 嗯 火力点的扑不开 海森尤其是五点那一片的长时间拿不到球 对 好球 漂亮 这就是吉安的能力 高空直接把落点打到前场打击对方的能力 所以省去了很多反击的事情 哦 没事 没出禁区 对 莫雷诺举手向群边示意 严峻林呢是在禁区外拿球 没有 应该是这个投影 投影点呢 是在禁区线之内 对 马上上岗队长传反击 好球 无雷 哦 哎呦 太漂亮了 哇 一瞬间 一瞬间 虹口球场变得很沉默 28分钟的时候 无雷 无雷就像1988年时候的12号犯巴斯藤那样 漂亮 太漂亮 太漂亮 在运动战中停一下之后 只有10度角 10度到15度角 起脚射门 打得相当精彩 2比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呢 上岗需要有精彩的 进球 不但是缩少比分差距 而且要提振事迹 哦 既然转身了 在打身后 但是既然这脚球呢 传的高度不够 同时呢 落点 也不在队友的进攻线路上 他刚才突然转身这一下呢 实际上前面是没有人来对他进行防守的 对 城华队又来了摆下去 灯巴巴 华为跟上一手远射 哎呦 严均林把王寿廷的远射扑出 再打 哎呦 严均林啊 短时间之内两次 非常棒的扑就 甚至说第二下呢 挡王寿这下几乎是世界级的扑就 很近的局里我们再看 第一下扑就 难度有 但是第二下扑就 难度非常大 右手张开之后 这是做的一个常规性的规范动作 地面横着是用身体挡住 同时呢 伸出手来挡住空灯 就这一只手控制的面积 就把这个球给挡住了 利宝球门不再失 哎呦 没有看到整个进攻的全部过程 海森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在回放当才严均林那个神级扑就的同时 哎呦 这是生花队在防守上出现的问题 又是穿插身后 而且是一个第二弱点 这球还真不越位 因为海森一开始呢 是站在后方线的身后 那回来他都愿意回来防 上半场比赛结束 场上出现了三个精彩至极的进球 主场过战的绿比生花 在比分上以2比1暂时两线 李文君的这个角度呢 也能前能后 是 所以他暂时呢 还可以不管了 双方的下半时的比赛开始了 由于这是单场定胜负的比赛 谁能够获得比赛胜利 将杀戮四强 好球 这传球有想象力 快 这两步啊 曹文婷真快 董娃娃刚才就是像 相场比赛呢 从双方的这种对抗节奏上来看呢 并不慢 但是呢 中间的间歇期场 说明累 对 球员都在自动的寻求 寻求有平衡和调整 高球又增下来了 嗯 今天在这个环节上 上是吃尽了苦头 有的了 哎呦好球 哎呦 燕俊玲啊 燕俊玲 神一样的呼救 将几乎是一个必入球 给扑出来 今天如果不是他的 呼救的话 现在的比分很有可能 就是丢四个球 是 话音刚落 今天上岗队吃尽了高球的苦头 李文军 边路无垒 哇 济安 济安 头球破门 将比分扳平 能力 能力 能力确实是棒 这个就是能力 嗯 而且这波进攻呢 上岗打得很耐心 在边路 生花的逼强力度 速度比上面是稍有一些下降 马上就出来空间了 又是李文军 红卡那次远射被封出之后呢 他们把速度调慢 对 从内部打到边路 吴磊呢 没硬的过 给李文军 李文军秒好的传 在这个时候呢 原地干麻 竟然体现出了极强的身体素质 这是他加盟球队之后 所打进的第四个进球 同时呢 又是一个很精彩 这种很有空霸感觉的投球 对 体能一旦下降了 传球好了 这一方会占很大的贫力 是 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乱跑 而主要的是通过有效的球的跑动 不但能够进行很好的控制 还能够拖累对方 甚至拖死对方 对 小心 吴磊这边又出现了比较大的空档 他走内线 击安 闪过空档之后 左脚内弧线射门 这一下呢 东小峰的扑走也不错 迅速下地 手法也没出现问题 他本身该需要左边路 要上西索科 对 商议付出的西索科上场 平衡一下中前场 防守的时候呢 增上一些拦截面和力度 同时的体力 体力非常关键 全队的体力下降的时候呢 需要及时的输入新鲜血液 而且西索科呢 进攻的时候呢 对全队的帮助也不错 能上能下 他跑的不是很多 所以越是这种球员 到了后城越危险 非常有经验 好球 又是一个倒钩 又是一个倒钩 70分钟的时候 灯巴巴 打进了又一个精彩的倒钩进球 也是他为生花队 加盟之后所进的第四个进球 三比二 生花队再度领先 之前呢 整个的比赛 进入一段比较无聊的 这种僵持阶段 大家的体能下降 也都在走马换降 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在这个时候呢 又是后防线 耿小峰的长传球 第一点呢 谁都没有顶到 反弹球过来之后呢 灯巴巴巴把人给倚住 或者说呢 卡西尔还是做了非常好的 桥头堡的速度 这个倒钩呢 没有莫雷诺进的那么漂亮 但是 很扎实 价值也非常高 他把石刻给靠住之后呢 摆长腿 没有受任何的影响 等于是一个侧身的倒钩射门 把球打进 不过现在呢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二十多分钟 所以还很难说 对于上岗对来讲 也仍然会握有机会 海森 海森 真棒 在这样困难 而且被纠缠的情况之下呢 球卸得非常好 差一点就被他抹进去 还好 当时对白家军死缠烂打 他其实一开始呢 都没看见球在哪 突然发现 转身了不对 赶紧伸脚 现在是换吴磊拿球 比赛加上伤停补实 还有十多分钟 所以还是依然存在的变数 吉安 好球 差一点在反向 李文君打进一个 和吴磊一样的进球 有可能就从他的头顶上过去 看看孔卡的认一球 低平球 低平球 孔卡的低平球 进了 打得要孔卡 在87分钟的时候 障眼法 看上去似乎想要打高球的 突然一脚 低平的 低平球射门 打死脚 这么远的距离 贴地棍球 很难踢的 我们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速度很快 球速很快 有可能 门后边 人缝当中穿过来 所以守门员的移动也慢了 张璐的两腿之间 好像 移动慢了 球到这的时候 耿晓峰才做出下低动作 那是完全来不及 正常情况之下 球到这 他人应该展开落地 那么正好把球给挡掉 伤停不是两分钟 很快就要用完 这场惊星动魄的德比大战 极有可能将进入最后的点球决胜 到了点球决胜这一份 真的很难说 谁的精神压力会更大 是 圣花队呢 在准备这场比赛之前 昨天也是练了点球 我估计上岗呢 肯定也是在自己的准备 这个基地当中 都会练 都会练 就是前面的队员一跑 这个节奏对少年是一定的干扰 严俊龄 严俊龄今天在90分钟的比赛中 如果不是他的出色发挥的话 上岗90分钟战霸 肯定输掉比赛 对 在国内比赛的舞台上 这么多年以来 恐怕还从来没有一场比赛的点球战会像今天这样的人关注 真的是这个 一个是国内比赛呢 实际上也很少打到点球决胜的这个 除了我的时候像全民会这样的比赛 赛会制的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点球决胜 那就是23岁21岁以下 很少在这种就是国内 中国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中会出现点球决胜 又是同城 从德比赛出现这种点球决胜 这在历史上很可能是第一次 在重大赛事中 对 有意思是两个门匠的身材也一样 穿的衣服也一样 两个年轻英俊的门匠 用现在的行话说 都是颜值高的门匠 对 它具有很多南美学员所不具备的那种冷静 从容和自信 打进 生花队首先准备主罚的是队长王云 他今天在比赛场上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外围的远距离调射 打了一个勺子 惯性跟出去 手轮双方全部都滑中 1比1 总比分现在是4比4 打尾 他上场之后还没怎么拿过球 他有可能会是一个变数 虽然他过去是广州复利的第一点球手 长距离助跑 人都已经站在了竞虚湖顶上 打得漂亮 卡基尔 同样也罚进 吃红牌下场 然后之后主发点就被扑掉 所以我们说到非洲球员 这是他们的短板 节奏非常好 他这个节奏一带动手 我守门员反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动作 对 又一名非洲球员 严峻林是不是向裁判示意这个位置点排的不对 警顿观察 很从容 很从容 怎么比分6比6 按照发点队的规则呢 你跑动过程当中 你怎么停队 怎么边向都行 但是你一旦有射门动作开始的时候 就必须得完成下去 不能说回到一半停 对对方少了你再扫球 必须射门动作是一起合情的 香港队现在第四名主发的队员是来自本土的球员李文君 被耿小峰给扑了出来 这样看生发主发的第四名球员 上岗队主发的球员 他发现上岗队还有一线生机 吴磊打得很果断 对打劲 看生发队最后上来一个是吕征 他只要罚禁 生发队也将淘汰对手 对 他如果罚不禁 双方将继续加罚 所以吕征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一锤定音 吕征 吕征主罚命中 生发队五罚权重 在点球战争以5比4 总比分8比7 淘汰上海上岗队 进入竹鞋杯赛的四强 一场足以载入史色的比赛